各位 這條樹線 這條樹線 這五個樹 通通都是負的 所以原點在這裡 這五個樹通通都在原點的左邊 這個問題有沒有 這個這個觀念懂嗎 通通都在原點的左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欠的越多 是不是越小 欠的越多是不是越小 越小的話就在越左邊 收集 來 要點名的號 張勇好 勇好 沒來 劉智傑 智傑沒來 劉新蘭 新蘭 好來請看這邊來 欠的越多在越左邊 所以哪一個欠的最多 欠3.2增最多 所以儀在最左邊 儀在最左邊 那麼接下來是 誰欠的比較多呢 是不是欠2.8 是不是欠2.8 欠2.8 欠的最多在那邊頂 在最左邊 就在最左邊 接下來是誰 欠越多的人越 再來是不是欠2.2 欠2.2 假 那就不用看了 因為儀品在這裡 另外兩個在這裡嘛 頂悟嘛 所以最終的是不是假 懂不懂意思 這五個點最終的就是假 OK 繼續 十三題 第十三題 負A的相反數是負5 下列哪一個 不正確 好來各位 負A的相反數 是變成負5 表示它本身是多少 本身是5 是不是 所以負A一定等於5 5的相反數 才會是負5嘛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 欠多少會得5 來各位 曾經跟各位講過 正正得什麼 負 正正得正 三成二等於負6啊 正的跟正的相成一定是等於正的嘛 所以應該正正得正 負負得什麼 正啊 負的就是什麼意思我講過 負的就是相反嘛 我面對這邊正的 負一次 變成負的 再相反一次 又回來正的 看到嗎 負負得正 相反兩次 相反兩次就被正的嘛 欸 了解意思嗎 所以 我打給你的右邊 你要把左邊這樣過來 我再打一次就不痛了 再來 正負得什麼 負 兩個一個正數一個負數相成 負一樣的數 負一樣的負號相成得到負的 負的乘以正的 負正得什麼 負 負一樣相成就是負的 所以 負的乘上什麼東西 才會等於正的 負 負負得正 負負才會得正 所以這個A本身代表什麼東西 A代表負 有沒有了解這個意思 A代表負 A本身就是負 他是負 所以 A本身是負 看到意思嗎 A本身是負 所以他掛上一個負號以後 他掛上一個負號以後 被救 救了相反數本身是負 懂這意思 A本身是負 所以他說項鍊來給不正確 好 項鍊來給不正確 A的相反數對不對 A不對 A是負5 負5的相反數 5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數對不對 第一個選項不對 看來換機會 各位 第二個 第二個 跟負5加起來等於0 負A加上負5 加起來等於0 他一開始就說 負A的相反數是負5 這兩個數是負A相反數 兩個負A相反數的話 所以加起來是不是要等於0 所以他對不對 所以他對 所以他對 看到意思 負A的相反數是負5 所以這兩個數負為相反數 所以加起來等於0 了解這意思 第三選項 A加5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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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等於多少 負5嘛 對不對 A是等於負5嘛 再加上5等於0 對不對 對啊 欠5塊還5塊 0 所以他對 第四選項 A減5等於0 A減5 A是什麼東西 A是負5嘛 剛才講的A是等於負5嘛 A是等於負5 欠5塊 再欠5塊 等於什麼 欠5塊就欠 欠5塊欠什麼 欠10塊嘛 這等於欠10塊嘛 不是等於0嘛 如果等於0的話 我就跟你借錢啦 我給你欠5塊 欠你5塊 再欠5塊 沒有啊 就欠0了 不能0啊 不可能 所以欠5塊欠5塊欠10塊 所以他錯 他說等於0就錯了 繼續 繼續 繼續給我 還有哪一批有困難 繼續走呢 還有哪一批有困難 那哪裡有困難 為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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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講說 來注意聽 A的絕对值等於B的絕對值 什麼叫做A的絕對值等于B的絕對值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哪一個在右邊 不知道 他沒有講 所以問我 我也不知道 問老天 老天說 I don't know 所以 第五題 他說 AC 比上 BC 一比三 有一個十一點 在他們之間 AC 比 BC 一比三 在這整個長度裡面 一份 三份 總共幾份 四份 總共四份 所以我把這個取終點 有沒有一份 兩份 三份 四份 有沒有看到 所以C點在哪裡呢 C點在這裡 1比3 那你了解意思吧 好 然後接下來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說 C的絕對值 C的絕對值跟 B的絕對值 跟 B的絕對值 來比較 C的絕對值代表什麼 代表它跟圓點的距離 C的絕對值代表 C跟圓點的距離 是不是等這一段 那麼這一小段 就是這一大段的幾分之幾 奧分之幾 奧分之幾 這一小段這兩段 是不是奧分之一 所以它等於二分之一的 B的絕對值 你有沒有聽懂 有 有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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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7 里B 18 里C 19 里C 20 里 20 里 杰倫 20 里 朱 20 里 朱 20 里 21 里B 22 里 杰倫 B 22 里B 23 里 23 里梦韻 23 里 多少 23 里 23 里C 23 里C 再来 24 里 24 里B 24 里B 来 目的给我 举手 给我 哪一体有困难 举手 19 里19 里来 来 各位看第49 里 A B 2 点 一个是-3 一个是-6 A B 2 点 A 点 -3 B 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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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點跟C點距離是4 那麼有沒有可能在他右邊 有沒有可能在他左邊 C點 C點有沒有可能在他右邊 有沒有可能在他左邊 都有可能嘛 我先看他的左邊 這是三個單位 如果在他的左邊的話 在他左邊的話 四個單位 四個單位 所以這個時候是戶籍 戶籍 這是戶籍 然後再來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他跟你講說 少一點 珠點第二行那裡 讓B珠的線段長度等於1 B到珠的長度要等於1 那麼你看 B的B點在這裡 C點在這裡 B珠的長度等於1 這個珠點的位置 珠點的位置 可能在他左邊 也可能才右邊 對不對 如果在他左邊的話 那珠點 左邊一個位 一個長度 一個長度 一個單位 珠點跟C點是不是重合 這時候 C珠的長度 不等於多少 0 C珠的長度等於1 所以有沒有領這個答案 有可能 A點做比較可能 第二個情況 如果 他的 位置 他的位置 他的C的1 1 他們剛才在左邊對不對 我現在在他右邊一個單位 在他右邊一個單位 在他右邊一個單位 在右邊一個單位 這時候是不是這樣子 一個單位 那這時候 對不起 這是珠 這是珠 這時候珠點呢 跟C點的位置 這個是戶籍 告訴我 這是戶 戶 戶 所以戶跟戶籍 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所以是不是兩個單位 這時候C珠的長度 就是兩個單位 所以有沒有這個選項 有 有這個選項 了解這意思嗎 喔 有選項 再來 我們再來看 剛才說 這個C點是 AC是4在左邊對不對 那麼AC等於4在右邊 在右邊 在右邊四個單位 右邊四個單位 請問你 負4 負3加4 這裡等於多少 1 這裡等於1 所以這時候 C點坐標在這裡 好 這個C把它插掉了 那C點坐標在這裡喔 C點坐標在這裡 如果 朱點坐標 是在負5的地方 那麼 請問你這個長度多少 如果 朱點坐標 在這裡的話 那麼這個長度多少 這個長度是不是6 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 如果 朱點坐標 是在負7的地方的話 如果在負7 那麼這段長度會多少 這段長度8 所以哪個選項沒有 十一選項沒有 十一選項沒有 了解這意思來 OK 所以它完全是叫你分析 在一個束縣上面 它們長度之間的關係 兩點之間 起 可以 可以 同一個點 代表同一個點 跟我們同一個點 它們之間的距離 就是等於地 那同一點 距離等於地 有可能 十八題是吧 十八題答案 十八題答案 C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看 第十八題 第十八題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它有這三個條件 它有這三個條件 第十八題 有這三個條件 我們先看哪一個條件 先看成的 剛才有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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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 兩個束相成大一零 代表什麼意思 兩束相成大一零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他們的性質符號 都是相同的 一種是正的乘以正的大一零 一種是負的乘以負的大一零 師聽 魂西貴來 正的乘正的大一零 負的乘負的 負負也是大一零 負負的正 唉 了解意思嗎 懂嗎 兩種可能一種正 一種負負 奧普A到這個條件 回到這個條件 如果兩個都是正的 相加起來你會不會小一零 正的家正的小一零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吧 所以一定相加起來 相加起來小一零 一定兩個都是什麼 負的 兩個都負的 相加才會等於零 看到嗎 是這樣 相加起來 兩個都負的 加起來才會小一零 所以 我們就可以確定 他們兩個的家 都在原點的 左邊 他們兩個點 都在原點的左邊 腦筋頭抬起來 看這邊 看這裡 都在原點的左邊 都在原點的左邊 然後 從第二個條件來判斷 A減B大一零 請問你誰比較大 A 誰比較大 一定是A比較大 大的 減小的 永遠都大一零 不管他們是正安入戶 大的減小的 永遠大一零 如果是小的減大的一定小一零 懂這意思嗎 所以大數 減小數 大的在右邊 小的在左邊 所以在右邊 A在左邊 B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是B 這是A 這是原點 所以答案變破吧